周周抽萬元 聖誕抽蘋果手機 夜市優惠以及聚餐美食地圖 點數折扣等好康 都在台北市商業處舉辦的 美食在台北數位回饋活動 民眾之日起到11月24日指 透過台北通App登記綁定一家支付業者 在12月期間到合作餐飲業者消費 可享有每比10%的餐飲回饋 還有許多額外加碼 除了制服提供的每個人綁定 可以賺500塊以外 當然從今天開始 又有卡又有戶都一連串的 行銷加碼活動 就是可以加碼聯繫回饋 而且而且而且 為了鼓勵市民或是國民 使用悠遊戶來綁明 真正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寫得很清楚 我們在12月 周周抽萬元現金 只要你有綁定有使用 就加碼抽萬元現金 還有還有 因為12月很棒的聖誕節 那公司也鼓勵我們 希望說我們再加碼 所以我們在12月份 又加碼抽一支iPhone 14 這是我們公司 懂得出來的好禮 最後最後 只要新戶 只要是沒有用悠遊戶的新戶 我們每個人再給100塊的悠遊戶的現金券 這是悠遊卡公司 對悠遊戶這次活動的加碼 那接口其實除了提供10%的現金回饋之外 那接口的現金回饋最大的特色是 我們是利息回饋 就是消費者在消費的當下 就可以馬上抽到這個回饋 那除此之外 接口還要提供3下人加碼優惠 就是在活動期間 接口同步推出一個叫美食地圖的系列活動 只要消費者到地圖的系列店家中消費 除了原本的10%現金回饋之外 消費者還可以最高獲得額外再10%的回饋 等同於獲得一筆消費 最高可以享20%的接口幣回饋 那第二點 於美食地圖活動中 消費者還可以再領取接口限量87的接口券 只要到指定店家消費 那最高最高可以再直接限制了300元 等同於他除了有20%合饋之外 他可以再限制了300元 那最後消費者只要綁定銀行帳戶 或使用這筆口的銀行帳消費 會額外再獲得1%接口幣的回饋 台北市一直非常重視這個 餐飲美食的推動 那當然這一次連續將近三年的這個疫情 我們也看到整個 尤其餐飲業遭受了很大的這個打擊 那麼去年我們針對這個餐飲業 我們有很多的活動 今年我們更進一步 連續有三波針對餐飲美食的這個協助 那麼在7月初7月12號左右 我們推動了一個將近一個半月的活動 是針對道頂甲芒嘎 我們先針對蒙甲地區來做一個重點的協助 更是在9月中午我們又推了這個台北美食月 再一次希望能幫忙更多的餐飲業 現在是我們第三波整個叫做餐飲數位回饋 我們特別希望隨著這個疫情的結封 隨著這個大家開始漸漸的走上街頭 那麼我們又更鼓勵在數位轉型的情況之下 我們多多少用鈔票 多用電子支付的方式來跟這個餐飲業的這個 跟三個支付信用來合作 鼓勵大家透過這個電子支付的方式 然後來享用台北的美食 那也鼓勵我們台北的美食餐飲可以在疫情之後 快速的可以振興起來 那再一次這個呼籲大家可以趕快來參加 這個三千萬其實是用完就沒了 那鼓勵大家趕快來這個上火燈機 趕快從12月1號開始 就來享用台北的好吃的料理 三家便利支付業者與旗下合作超過一萬三千家北市餐飲店參與 期盼藉著消費回饋的推廣帶動在地餐飲產業發展 商業處也預計促進超過三億元營收商機 回饋總金額達三千萬元先搶先贏 民眾可以把握機會密切關注 所選支付業者公告的回饋金資訊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